我是皇后嫡出,却因生来不祥,被丢入冷宫 十岁那年,我杀了一母同胞的弟弟,成了母后唯一的女儿 十六岁那年,我杀了母后,成了储君 十八岁那年,七皇帝横空出世,抢了我的储君之位 她高高在上,嘲讽我说,皇姐,我才是天定的男主 你只是历史长河中的炮灰公主,根本就不配合我争 当晚,我直接血洗皇宫,一个都没有放过 来人啊!河安公主疯了! 一山带写的宫额从沦为火海的宫殿中慌忙逃出 眼神中是藏不住的惊恐,但可惜,她忙着低头逃命 没能抬眼看路,就这么直直地撞在了我的身上 当她抬眼看过来的时候,便立刻被吓得腿软 扑通一声,就跌坐在地上 公,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 我看着面前哭得梨花带雨的小公鹅 又从一旁的水面上照了照自己的脸 狭长的凤眼星红如血,一头白发纷纷散落 上面沾染着不知谁的血,正滴滴答答地往下掉 乍一看,还真像画本子里的羞罗恶鬼 也不怪她害怕,简单理了理头发 随后我便蹲下身子,向那女子靠近了几分 她身上的香气浓郁又熟悉 应该是我母飞宫中特制的那种 只是如今沾染上血腥味,让人闻得想吐 你在害怕?那公鹅似乎被吓得不轻 根本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地摇着头掉眼泪 也不知道想说什么 我看这情形看得心烦,耐心被耗尽之后 我也不再温和,伸手掐住了她的脖梗 看着对方因为恐惧胡乱挥舞的四肢 我不自觉地冷笑一声 像你们这种杀人的人,也会害怕吗? 那女子没有回答我,就这么在挣扎中断了气 我抬眼望过去 自己居住的宫殿已经被烧得枝压作响 似乎下一秒就要坍塌 顺着火光往里面看 屋子中横七竖八地倒着好多尸体 那些,都是今晚奉了我母后的命 前来刺杀我的人 我叫周婉怡,是大庆朝的第五位公主 因为天生一头白发 所以自出生起就不招待见,被丢入冷宫 我还有个一母同胞的弟弟 她比我走运得多 生了负正常人的模样 打小便,被我的母后护在手心里 在冷宫长大的我 一直跟那群疯了的妃子作伴 没吃没喝的日子实在难熬 所以我经常仗着自己身材矮小 钻出去偷东西吃 有一次,我路过何花亭 看见了那个所谓的弟弟 她被养得很好 红光满面,油光赠亮的 一看就没少吃山珍海味 此时此刻 她正坐在一个12岁的小宫女绿娥身上 强迫她给自己当大马骑 绿娥身材矮小 力气也不大 已经累得手脚发抖 双眼发直 周围的人却只是笑着叫好 全然不顾绿娥的死活 她是我在宫里唯一的朋友 有时会从狗洞里给我带些吃的 所以我不想看她受苦 于是我抄起了一块石头 砸中了我那便宜弟弟的后背 她直接跌了下来 额头擦破了皮 我本以为 这件事情之后 他们多少能长的教训 可一连数月 却都没见到绿娥的身影 后来我偷摸溜出去打平 东问西问之后 赚到了新者库 开门的太监 在我把李太妃的镯子递过去之后 终于有了表情 环顾四周之后 她无所谓地摆了摆手 那个丫头啊 早就死了 得罪了三皇子和皇后娘娘 怎么可能有命活 回冷宫的路上 我有些恍惚 我不知道绿娥的死该怪谁 思来想去 最终我发现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同胞弟弟 若不是她 这一切根本就不会发生 所以我趁夜色溜出冷宫 装成夜游神 把她引了出来 推进了水中 听说绿娥也是这么死的 她死得不冤 那一年 我十岁 只剩下我一个孩子之后 我母后对我的态度 有了一些变化 或许是为了自己有个倚仗 或许是为了别的什么 破天荒的 她向我爹 也就是当今圣上 讨了一个封号给我 老头子在大太监的陪同下 来到我跟前 盯着我的头发 支支吾吾了半天 眼里是藏不住的恐惧和厌恶 最终 她摆了摆自己的手 略带嫌弃地扎了扎嘴 长这么大也不容易 就叫和安吧 于是 我就这样成为了 大庆朝的第五位公主 和安公主周婉怡 虽然我被接去了 皇后住的凤仪宫 但其实日子 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人们还是怕我 他们说我眼中有戾气 行动上有野性 是个不好相处的主子 所以 伺候我的时候 也推三组四 最终只有一个胆子大 又脾气好的 小太监郑安 被推到了我跟前 公 公 公主吉祥 她跪在我跟前 颤颤巍巍地请安 眼睛却控制不住地 往我头上飘 唉 这些人啊 都一个样 怕我的同时又好奇 我是个什么东西 想到这里 我将手中的杯子 丢到她跟前 甜腻粘稠的酒液 撒了她一身 我乏了 你退下吧 这小太监 也就十三四岁的模样 却生得唇红齿白 像个女娃 看着她 我总能想到死去的绿鹅 烦 郑安领了恩典 便匆匆忙忙地退了下去 但没过一会儿 又跑了进来 壮着胆子 宠有笑嘻嘻的跪拜 手里还拎着一个酒壶 奴才瞧您喝不惯 咱们凤一宫的甜酒 就去御膳房那边 讨了胡酸梅汤 公主您尝尝 嘖 一笑起来跟绿鹅更像了 好烦 成为公主的日子 和以前有很多不一样 但细细想来 却没什么不一样 这群工人还是害怕我 因为我一上位 就处决了曾经欺负我的工人 个个都被仗责而死 那天 血腥味和惨叫声 笼罩了整个皇宫 他们都说 我是个天生的煞星 我母后听见这些之后 嘴角不受控制地抽了抽 当晚 我听见他在屋里 跟别人念叨 婉姨那孩子心思很毒 形式乖张 实在是太吓人了 听见这话 我觉得心里有点难受 但不多 因为相比于 被自己亲生母亲厌弃 我更疑惑的是 他们为什么怕我 明明他自己前段时间 因为刚刚死了 儿子心情不好 便拔了一个宫女的指甲 又将他丢到了井里 明明我那个弟弟 以前一直是人命为草芥 每天都在肆意欺凌我的绿鹅 怎么我报个仇 就成恶人 若我是恶人 他们又是什么 我不懂 但 并不影响我做河安公主 只要我的封号在一天 只要皇后需要子女傍身一天 就没人能像从前一般欺负我 但好景不长 不过三年 我就发现我那个母后 很不对劲 我的皇帝老爹 按岁数算 已经年过古稀 半截身子入了土 生孩子是绝对生不了 所以 皇帝肯定要从这些 现有的皇子里面挑一个 原本 他想让我那个 脑满肠肥的弟弟做太子 但现在 一切成了泡影 我的皇帝爹年纪越大 他就越着急 四处物色合适的皇子 但没人想搭理他 现在这个情况 多少我也有份 所以我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所以 我在一个深夜 端着粥汤 推开了我母后的房门 他一见我就仿佛见鬼了一样 半晌之后才慢慢地回过神 你有何事 我将吃的放到桌上 在确认了周遭 没人偷听之后 降门和尚 而成来是想告诉母后 太子之位 我当得 啊 话音未落 面前的人便露出了 藏不住的冷笑 看向我的眼神 也多了几分细血 怎么 你这个小灾星 连脑子都不好使了 我面不改色 重复了一遍 太子之位 我当得 那你倒是说说 你怎么当得 他环抱双臂 抬起头用把鼻孔等着我 脸上是昭然若揭的嘲讽 我没理会他的情绪 只是继续说着自己的想法 太子极为皇帝的子女 我是皇室血脉 才学武艺不输他人 自然是当得 太子极为皇帝的子女 我母后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 随后又似乎想到了什么 一拍大腿 就吆喝着 让自己的心腹赶紧过来 还随手将我推到了一旁 见我欲言又止 他嫌弃地挥了挥手 将我推出了门 本宫没空捅你开玩笑 你若真想帮忙 不如找个法子 把你那个父皇叫来凤一公 看着他急急忙忙招呼的样子 我心里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果然 没过几天 我就听见凤一公 传来了敲锣打鼓的声音 我摸着黑去看 却瞧见我母后身边的贵嬷嬷 正鬼鬼祟祟的丢什么东西 一抬眼 我俩撞了个阵阵 贵嬷嬷很慌张地 将手中的东西往身后藏 我上前几步夺了过来 定睛一瞧 是要扎 还是春要的要扎 这下事情都明朗了起来 很快 皇后怀孕了 但我知道 孩子不是皇帝的 不知为何 我看那个肚子十分不顺眼 时间很快又飞过去 我借着公主的特权 在宫中封皇帝汲取知识与养分 不知不觉间 已经成了同辈皇子公主中 最出色的那一个 太父和皇帝 都对我的财学赞不绝口 我那爹一开心 甚至直接改了口 说我的白发不是什么邪照 是祥瑞 凤仪宫的小皇子出生之后 我更是被视为 招来皇子的祥瑞之女 呸 什么玩意儿 那几天我过得不顺心 提着长枪在教场上 打坏了几十个牧人 正安跟我混得熟 所以端着茶水上前来劝 小安子 你说 本宫当不当得太子 他低着头跪在我脚边 却令我感受不到丝毫的恐惧 说话 听见我的催促 小安子抬起头 看向我的眼神 满是肯定与赞赏 得到他无声的肯定 我的心情大好 几只剑飞出去正中把心 将那些兄弟的把 全部打了下去 但这种痛快 在我回宫见到母后时 便荡然无存 您说 要我嫁给今年 已经半截身子入了土的陆将军 我坐在屋内 一边故作轻松地 把完手里的猪串 一边用余光 打量在一旁坐着的我母后 他此时此刻 似乎已经沉浸在 对未来的幻想中 一边摸着自己儿子的头 一边望着远方出神地笑 这不只是为了你 也是为了咱们一家子 有了陆将军的兵权 到时候 你弟弟的太子之路 肯定也就一路畅通 到时你也能沾光 母后 我说过 这个太子我来当 我这边话音落 那边的母子俩就变了脸色 年仅三岁的小屁孩 拿起一个苹果 朝我头上砸了过来 你不是 不许你和我抢东西 擦了擦额头 我嘴角挂上几丝嘲讽的笑 和安啊 最近你表现得不错 你父皇的态度 也有所缓和 但是你别忘了 这凤一宫 谁才是主人 我冷冷地盯着他 我只知道 这个小杂种 注定当不了太子 话刚说完 我脸上便火辣辣地痛了起来 皇后娘娘 此时正举着手掌立在我跟前 头上的布摇 因为愤怒和惊慌 被吓得胡乱摇晃 当年知道此事的摩摩太监 都已经被灭了口 他怎么也想不通 我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 果不其然 我被关了禁闭 与其说是被关禁闭 不如说是我准备 给他点时间思考一下 要不要跟我合作 小小的凤一宫 根本困不住我 只要我想 随时都能离开 但我还是发现了不对劲 因为正安不见了 守门的侍卫说 他请了假回家醒亲 我想起他说 这段时间要出宫 给自己的姐姐烧纸 心里的疑惑 被压下去了几分 但不祥的预感 却还是很重 果然傍晚时分 一鼓一箱 钻进了我的房间 察觉到异样的我 捂住口鼻假妹 随后便听见 门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 睡了吗 嗯 动手吧 随即 几个人便上前来 摁住了我的四肢 将我死死地定在床上 我睁眼看 母后身边最亲的赵嬷嬷 正举着刀 准备割破我的咽喉 见我醒来 她被吓了一个机灵 但很快就稳住了心神 和安公主 别怪老奴 要怪就怪你知道了 不该知道的事情 或许是觉得我快死了 想让我死个明白 赵嬷嬷叹了口气 她不愿意背煮 被丢进了宗人府 现在恐怕已经撒手人寰了 我粗略地算了算时辰 小安子一直陪我练舞当沙包 皮糙肉厚的 去得快些或许还有救 来不及犹豫 我将左肩一拧 眨眼正拖了束缚 随后迅速抽出枕头下 从不离身的软剑 反手插进了赵嬷嬷的喉咙 她瞪着大眼睛 捂着伤口痛苦倒地 手中的匕首也落到了我手里 没费太多的力气 店中的人 对我一刀一个杀了干净 打斗间 我无意中撞到了竹台 一场大火 便这么毫无征兆地烧了起来 去救正安之前 我跑去了凤一宫的主店 为了杀我 皇后娘娘将所有的侍卫 都调离了宫中 只留了几个心腹 没想到 却作茧自负 给自己挖了做好坟 周婉仪 我是你母亲 你曾经是 我将死透了的小皇子丢了过去 她看着周围的一切 意识到回天乏术 便开始放狠话威胁我 你以为一个手足相残 很心是母的人 还能活着走出这里吗 你的所作所为 我面无表情 而臣无意间撞见了母后的丑事 知道了皇帝的身世 随后便被母后软禁 身边的心腹也被灭口 而臣氏未求 自保也是畏维护父皇清育 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我一边说着 一边绕着她转圈 看着断了腿的人 抱着自己死去孩子挣扎 此时此刻 不知为何 我竟有些没来由的悲怆 俯下身子 我捏起她的下巴 看着她通红的双眼 周婉怡 你这个不孝子孙 你不得好死 她从牙缝中挤出的诅咒 对我来说毫无威胁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终于问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为什么 我也是你的孩子 为什么你不愿意帮我 还总想伤害我 因为你是灾星 你生来就是灾星 你会客死 没等她说完 我便掌拍裂了她的天灵盖 没意思 本以为她会说出些 能为我答疑解惑的话 谁知道了最后 她能想到的竟然只有狡辩 看着她奄奄一息的模样 我回想起 自己前十几年 在冷宫中受的委屈 一股恨意再次涌上心头 母后 您不知道吧 儿臣那个一母同胞的哥哥 也是死在了儿臣的手上 皇后骤然瞪大双目 你 你会 造 报应 我点点头 是啊 我会的 母后 您就在十八层地狱中 慢慢看着吧 说吧 我便又引了一把火 将整个凤衣宫烧了个干净 看着在火海中逐渐没了气息的皇后 我叹息着摇了摇头 真可惜 本想跟她好好合作的 这场大火 最终还是惊动了皇上 她将我压了上来 询问我凤衣宫中出了什么事 我是以她平退下属 随后跟她讲起了之前的剑文 当然 是天由加醋版 这个毒妇 老皇帝的手被弃得青筋抱起 死死地握住自己的椅子 看样子被恶心地够呛 父皇 儿臣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天下无不透风的墙 谁能保证这件事情 不会被传出去 大衣灭亲 龙椅上的老头捋了捋胡子 看着我的眼神中冒出了几次精光 就算是为了皇家 你做的也太过了些 儿臣自知罪孽深重 不敢奢求宽恕 大儿臣虽为人子 亦为人臣 绝对见不得皇家血脉被玷污 所以即便重来一次 也绝不后悔 我说的情真意切 字字气血 依我看 老皇帝早就烦了那个 让外戚干政的野心皇后 更不可能让一个才几岁的奶娃娃做太子 我这个举动 虽说是让她有些丢面子 但也算是帮她除去了一块心头大患 况且 皇后思通的事情早就死无对证 这也算不得丢人 所以 无论事情的真相如何 这把火也都会变成意外 而我 会作为火场逃生的祥瑞 继续做着大庆朝的河安公主 正安被从新肘库特射出来后 的确是没了半条命 但索性另外半条还在 可见那些陪我训练时的打没有百碍 我叹了口气 将她摁在床上 扒了衣服 给她涂药 小太监很是惶恐 挣扎着想要起身 却被我一把摁了回去 见她老实 我也松了力气 一边看着她鲜血淋漓的后背 一边跟她聊天 你的姐姐 就是绿鹅吧 是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 她点了点头 认同了我的说法 却没了下文 你来伺候我 也是为了找我报仇吧 这么多年来 不遗余力地跟我搞好关系 就是为了关键时候自己作耳 引得我和皇后自相残杀 正安知道 这话不是问她 而是我推导出的事实 她沉默地将头埋在枕头里 手也死死地抓着被子 叫人看不出在想什么 你为什么恨我 奴才以为 若不是姐姐常去冷宫盼望您 也不会惹得皇后和皇子咽气 那为什么不干脆趁机杀了我 我的手暗暗用力 正安手上的青筋也越发突出 半晌 她才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般 开口回话 奴才只是觉得 若主子没了 姐姐会伤心 听见这话 我不置可否地挑了挑眉 这小子话说得没错 绿鹅最喜欢的就是我了 要是在阴曹地府见到我 估计得伤心了 主子既然知道了 奴才居心不良 又何必救奴才 任奴才自生自灭就是了 绿鹅说过 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命 都不由自己 但正安 我不信 说着 我抬眼看了看 远处放晴的天空 前几日的浓烟 已经不见了踪影 这皇宫又恢复了一幅 鸟语花香的祥和景象 正安 你说我能做皇帝 是真话还是假话 床上的人撑着胳膊转过身来 看向我的眼神 闪着坚定的光 真话 那便行了 你这条命暂且寄存在我这里 说吧 我便站起身来 准备往屋外走去 我不在乎正安之前 在想什么 只要我们现在 有相同的目标就够了 哦 对了 商养好后 记得出宫给绿鹅烧纸 连带我的那一份 皇后宫中走水的事情 很快便传了出去 我那个皇帝爹 哭天抹泪地 写了十几首诗 来到王七 然后又告诉文武百官 自己心里苦 不想考虑季后的事情 大臣们也心里苦 但又挑不出什么理 然后我 河安公主周婉怡 就这么成了皇帝跟前的红人 我那个便宜老爹 成天拉着我 看山看水银饰作对 用我来给他 当阻挡后妃皇子 争权夺利的挡箭牌 总而言之 这段时间以来 我仇恨没少拉 但好处是 一点也没捞着 皇帝是个 活了七十年的人精 一早就看出来 我有继位的心思 所以就总是打个巴掌 给几个甜枣 故意吊着我 我呢 也乐意陪他演演戏 反正现在能继承 大统的皇子里 有点本事的老六 和老十斗得不可开交 我正好作弊上官 收鱼翁之力 果不其然 老十率先找到了我 他张嘴就是好姐姐 珍珠翡翠 零锣绸缎 也是一箱子一箱子的 往我宫里送 郑安看着这些礼单 眉毛皱得 简直能打结 南海明珠 山东阿娇 西北狼皮 这五皇子 是生怕别人看不出 他摊了多少吗 我耸了耸肩 随后摆摆手 他给咱就收着 还是老样子 郑安点点头 随后掏出一个账本 里面有这些年 我和我的部下 在民间以神女名义 救济穷人的记录 他点了点财物 随后便在上面 写写画画起来 这些年 皇宫之内明争暗斗 结党营私 老皇帝虽说托我的福 解决了一个皇后 但终究是老了 力不从心 力处的事情一托再托 总有托不下去的一天 他害怕江山一主 不敢轻易定下人选 只能求助于我 至少我在他眼里 是个身后没有母族势力 并且忠心耿耿的好孩子 察觉到我的野心之后 他也多次暗示过我 只要能解决 皇室的党派之争 他就愿意开仙河 将我立为皇太女 但我也不傻 怎么可能被他牵着鼻子走 这些年 我一边在老六和老师之间周旋 一边暗中培养自己的心腹 并在民间塑造了一个 救苦救难的神女形象 皇室争斗 民间早就民不聊生 原本就活在底层的百姓 也更加难过 神女的出现 无疑是他们心中的一道白月光 据可靠消息称 目前已经有百姓 开始盼望神女掌权 就天下苍生 雨水火了 当然 这也少不了正安的推波助澜 有了我的两头窜多 六皇子和十皇子的争斗更甚 最终 我和老皇帝合演了一出戏 他假装病危 我鼓励造反 两个皇子及其代表的背后势力 很快就坐不住了 在皇帝缠绵病挞之时 两人带着自己的人 对质在宫门口 每个都说自己是父皇选中的继承人 吵了没几句 就开始动刀动枪 然后就变成了逼宫造反 眼见时机成熟 我与正安身揣虎服 带着御林军秦王救驾 那个见血就晕得草包老七 则是按照计划 将没有病重的皇帝搀扶出来 两位皇子的造反计划 被抓了个正常 我也成了这场事件中最大的功臣 按照约定 立储之日 我那个便宜老爹 会宣布册封我为皇太女 开创历史先河 册封大典当天 我身着华服 等待着属于自己的一切 眼皮却开始不受控制地跳了起来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自有上天之眷命 祖宗之遗训 国家之需要 朕特依典礼 受以册宝 立妻皇子为皇太子 正位东宫 自此以后 皇太子当修身其家 以继镇之红业 安邦定国 以为祖宗之灵 我越听 脸上的表情越僵 抬头向上望 那个废物老七 不知道什么时候改了驼背的习惯 跟自己的母妃以及父皇 此时此刻正在大殿上笑得开心 感受到我的目光 我那个爹将眼神投了过来 挑了挑眉 随后才恍然大悟般拍了拍手 这次的事 和安也立了功 朕这个做父皇的 一定帮你找门好亲事 我想发作 一旁的正安摁住了我的手 在满朝文武的注视下 我咬着后曹鸭行了礼 眼神却死死地盯着他们 多谢父皇 老七简陋之后 为人处事是越来越嚣张了 不得不说 这人还是有点心机的 平时装的一副 软弱无能的模样 关键时刻却跳出来 捅人一刀 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 主子 别钻了 晚碎了 正安一边劝我 一边轻轻帮我擦了擦手上的 碎瓷片以及伤口 我甩开他的手 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 只觉得胸闷气短 我出去转转 你别跟来 说完 我便无视了身后的劝告 独自来到了御花园 风和日丽 春暖花开 万物复苏的景象 令我的心情稍微好了几分 但没等我往前走几步 耀武扬威的老七 就仰着头走了过来 一见到我 她的眼睛明显亮了一下 随后便换上了一副 吊儿郎当的表情 拿着自己的折扇 在我肩膀上拍了拍 黄姐 好久不见啊 这么多日闭门不出 有没有给自己 寻觅一门好亲事 翻了个白眼 我转身准备离开 暂且让她得意几天 等我逮到机会 立马拉这个混蛋下马 谁知对方却不依不饶 上前几步拦住我的去路 又见兮兮地笑了起来 听说先皇后娘娘 一心想将黄姐嫁给陆将军 不如你考虑考虑 当个将军夫人 总好过在这深宫大院中 当个弃子啊 啊 和安公主 你快放开 这是太子啊 见我前驻她的手折到了身后 众人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 随后便惊呼着上前 想要拉开我 却纷纷被我的眼神吓退 周婉仪 我是太子 你敢放肆 你的太子之位 是从谁那里偷的 自己心里有数 还要我当重点破不成 老七疼得字牙咧嘴 但言语上却不肯服输 她咬着后槽牙 强忍着自己的怒火和痛苦 用一种故作轻松的姿态 对着我嘲讽 黄姐 我才是天定的男主 你只会成为历史长河中的炮灰公主 你根本就不配合我争 你再怎么费尽心机 也不过是为我做嫁衣罢了 听她这么说 我心中的火气 却没有瞬间爆炸 不得不说 蠢人的嘲讽 确实能让人瞬间 从暴怒中冷静下来 被侧风点一上的变故 气得半死 一时之间 我经自己钻了牛角尖 其实 我根本没有必要与他们周旋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不就在眼前吗 这么想着 我的手缓缓上挪 掐到了她的脖子上 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 老七终于意识到了危险 她想要挣扎 却被我踢中腿窝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周婉怡 黄姐 黄姐 你冷静 这里是皇宫 我是太子 若你敢对我做什么 父皇 文武百官 还有天下百姓 没有人会放过你的 没有理会她的威胁 我慢慢地收紧了 掐在她脖子上的那只手 随着窒息的感觉 逐渐侵蚀她的大脑 老七也逐渐停止地挣扎 不仅脸色发紫 眼神也开始涣散 周围的工人 被这一幕吓得半死 纷纷愣在原地 不敢上前 在她昏迷过去的最后一刻 我松开了手 刚刚还在飞扬跋扈的老七 瞬间没了气势 双目冲血 嘴唇发白地倒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我蹲下身子凑近了血 她立刻吓得一击铃 搓着地面往后退 别过来 别过来 好弟弟 你猜 我现在在想什么 她当然猜不到 可怜的老七 只是陶冶似的离开了御花园 太子殿下跟圣上参了主子一本 说您白日行凶 残害手足 郑安替我斟了杯茶水 随后走到一旁 替我轻轻地捏着肩膀 主子 您吩咐的 小的已经办好了 我抿了口茶 点了点头 以示赞赏 前段时间 我托正安以老七的名义 给城外的灾民 送一批米粮 有毒 但不会死人 只是长期使用 会令人发热难受 神志不清 因为这件事 满朝文武和京中百姓 都对这位走马上任的太子 赞不绝口 老七作为一个急功近利 又妄自尊大的废物 自然是不愿意 这么放过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将这个大功劳扔下之后 他还在身边人的怂恿下 驾车游行 大肆宣扬自己的善举 当然 那个所谓的身边人 自然也是我安排的 后 再次将尾巴撬到了天上 一时之间 风头无两的老七 很快将前几天 受的威胁抛之脑后 再次将尾巴撬到天上 此时此刻 在他的眼中 自己恐怕就是 受上天眷顾的麒麟之子 结果 不出七日 吃过米粮的人 便开始上土下泻 发热不止 众人一开始不明白 还以为是爆发了瘟疫 在发现自己被下毒了之后 民众之前的赞美和仰慕 在一夜之间反噬 成了熊熊燃烧的怒火 像是要将老七 他们吞噬殆尽 可怜我的好弟弟 被这种突如其来的反转 吓得不得了 连宫门都不敢出 生怕自己会遭人报复 而就在他闭门不出的这段时间 我以神女的名义 从天而降 为所有难民分发了解药 其实我也蒙了面 但举国上下 一头白发的年轻人 只有我一个 脸上那个面巾 也不过是我欲盖弥彰的把戏 听说我的善举后 老七也终于反应了过来 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 郑安将他们迎了进来 随后又贴心地将门关上 周婉仪 你敢害我 我坐在院子的石桌上 轻轻摆弄着自己的护甲 随后抬眼打亮了一下 面前这个怒气冲冲的人 真是个蠢货 有了上次 差点被我掐死的教训 怎么还敢带两个人 就往我宫里闯 见我不理他 这人觉得面上无光 更是暴怒 你以为你是谁 我告诉你 塞北的队伍马上就来 你等着吧 我一定会求父皇 将你嫁去那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和亲 呵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他看着我 眼中闪过一丝不解 好弟弟 你动动脑子想想看 你已经多久 没见过我们那一脚 迈进棺材的父皇了 见他支支吾吾 半天说不出话 我放下了手中的果子 拖着下巴好心提醒 你仔细想想 是不是从你 意气风发上街游行之后 就没见过他了 你 你 你胆胆是君师傅 周婉仪 你这个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的混账 听着他的话 我不禁拍了拍手 夸得好 再多夸几句 被我的态度 吓到 他终于开始害怕 着急忙慌地往门外跑 却连门都推不开 正安也没闲着 手起刀落 将他带来的两个跟班 直接抹了脖子 在地上 背后死死地顶着门 嘴里还难难地求饶 意识到发生什么了之后 老七明显慌了神 以屁股跌坐放过我 放过我吧 我再也不争了 再也不 我缓缓夺不到他身前 高高在上地俯视过去 小七 你先前跟我说什么来着 无论我做什么 都是给你做嫁衣是吧 不 不 你这话 可伤透了解决我的心啊 等去了阴曹地府 记得好好忏悔 杀了老七之后 我的心情舒畅了很多 随后 我叫上早已准备好的部下 提枪上马 开始进行下一步计划 其实我也不是不讲道理 那些工额太监啥的 只要肯老老实实归顺 我可以留他们一命 剩下的 自是杀无赦 郑安领了命 便率人离开了 我则是慢悠悠走进了前清宫 卧房的大床上 我那白胡子的父皇 正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 见我来 他的眼神中露出了恐惧 身子也不受控制地蜷缩了起来 父皇 怎么看见 我就这么害怕呀 我坐在床边 将一旁放了毒药的周端起来 往他嘴里喂了喂 但他似乎意识到了 这周有问题 抿着嘴不肯就犯 见此情形 我也不再坚持 随手将东西放在一边 给他噎了噎被子 父亲 自打我出生你就看不上我 直到现在 你依旧看不上我 这么多年了 咱们连个谈心的时间都没有 你说 多可惜 床上的老头在喉咙里哼哼唧唧 想要说些什么 却始终张不开嘴 其实我很奇怪 你为什么不愿意我来做储君 明明我什么都会 也什么都有 你为什么宁可让一个草包做江山 也不愿意我来做 我也是您的孩子 难道就因为我是女子 你 你 听见他要说话 我低下了头凑近协听 聘机思沉 大大逆 大 我还以为您能说出句人话呢 闹了半天还是这些 我发了的白眼 随后拍了拍他的脸 聪明的孩子您瞧不上 有背景的孩子您又害怕 可怎么办啊 父皇 您最喜欢的老七 已经死了 哈哈哈哈 窗外闪过一声炸雷 将我的笑声 衬托得有些圣人 一边笑 我一边从袖子里 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圣旨 给他念了起来 奉天承运皇帝 赵曰 自古帝王之志 不拘男女 为才是举 以安设计 自幼聪慧过人 才得兼备 温婉贤淑 深得镇心与朝野之敬爱 经关时局 国家须有英明之主 以祭大统 而河安公主得才兼备 实乃天选之人 镇尊祖宗之法 顺天应人 特策封河安公主为皇太女 以城镇之基业 安邦定国 福泽苍生 自此以后 皇太女当勤勉学习 修身其家 以备将来之重任 百官轻世 皆当结成辅佐 共谋国事 以保皇太女之威望 国家之安宁 不告天下 贤史闻之 共庆此盛世之典 钦此 念完之后 我看着面前气得双目突出 牙字欲裂的老头 这些年压在心中的一口气 终于彻底地松了下来 我站起身 在他的注视下 找出玉玺 给自己扣了上去 怎么样 父皇 我这诏书的文采 可比你厉害多了吧 床上的人身躯颤抖着 双拳紧握 指甲几乎嵌入掌心 那双曾经威严无比的眼睛里 此刻除了愤怒 更多的是 难以置信与绝望 他挣扎着想要开口 却似乎被骨无形的力量 扼住了喉咙 只能发出低沉而沙哑的喘息声 我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缓缓夺不至他面前 一边将手里的药丸 塞到他嘴中 一边盯着他看 眼神中满是冷冽与决绝 父皇 帝王知道 在于心狠手辣 杀法果断 这 是您亲自交给我的 说完 我便捧着圣旨 走出了宫门 父皇 驾崩了 因为那道圣旨 我成了皇位 名正言顺的继承人 一开始 能无百官还有些微词 但随着民间 赐药神女的传闻一出 我这个女皇的风评 一下子从聘机司成 变成了天命所归 按照我的吩咐 正安编了些好记的歌谣 给街头巷尾的人们 传播了出去 神女人心照四方 百姓安居乐未央 盛世华张传四海 女皇治下文明昌 我喃喃重复着 这些歌谣的词句 满意地点了点头 你小子 还挺会写 听见这话 正安低下了头 掩饰着自己的笑意 随后便恢复如常 是主子交得好 则 跟谁学的 这么搅柔造作 我摆了白手 不再理会他 转头看起最近的奏折 登机之后 尽管先前的准备十分充足 但还是有很多人看不上我 倒不是看不上我的能力 这段时间 我整理国库 旧金难民 治干旱 稳民心 做得比最近几个朝代的皇帝 都要好上几倍 他们挑不出毛病 他们只是看不起 我是个女人 这奏折上 今天说国不可一日无君 让我赶紧生的孩子继位 明天又要说 女子掌权不合天理 要遭天谴 咋 看着就烦 正安 烧了 是 主子 听见我的吩咐 小安子赶忙上前几步 将我手中的折子点着了 烧成了灰 你说他们可不可笑 就因为我是个女子 他们就如此鸡蛋里挑骨头 好像自己不是女人生养的一样 正安点了点头 随后退到一旁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但他似乎也没办法 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 是啊 这红尘俗世 皆从女子的身体中诞生 最终却不允许女人 站在万人之上的位置上 我偏不信这个邪 如果说年少时 我想做太子 只是因为 想要权势和地位 那现在 当我真正坐在龙椅上 又见识过那些 流离失所的百姓后 我便明白 我肩上的是数不尽的责任 我要让大庆朝的百姓 安居乐业 让大庆朝国泰民安 让世间所有人都知道 女子生来 变什么位置都可以坐 女子生来就不比男子差 这么想着 我看了看手中的折子 边疆的蛮族屡次进犯 朝中却无人敢出战 我勾了勾嘴角 随后向一旁的人招了招手 正安 你那歌谣里再加两句 主子您说 就加 红颜不让须眉汉 侧马羊鞭破万关 凤舞九天要还宇 女皇天下万古长 征战的日子 比我想象中过得快 一年的时间转眼便过去 边疆的蛮族 被我打得服服帖帖 周边的将士 也都对我心服口服 临走之前 我给正安封了个九千岁 让他帮我处理政务 这小子天天飞鸽 传书跟我哭诉 今天说赵丞相骂他 明天说王将军惹他 说来说去 就只有一个意思 希望我快点回去 我知道 他是担心 我怕我出事 这么多年的相濡以沫 我早就把他当成了 自己的亲人 现在想来 当年我对那个母后的执着 或许就是来源于 这种对家人的渴望 好在 蛮族拿出了合作的诚意 耗时一年 我也终于带着军队胜利回京 回京时 百姓们家道欢迎我 那几个之前在朝堂上 指摘我的 也不得不陪着笑脸 出来家道欢迎 我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也正式改了年号 瑞昌 就取字面意思 瑞昌一年 我将大清朝的民生民用 仔仔细细地整理了一遍 颁布了女官和女子学堂的法度 允许所有女子 去做任何职业 瑞昌五年 我给自己建了个后宫 收拢了不少美男 把朝廷中的几个老家伙 气得半死 但随即 民间就掀起了女子纳妾的风潮 瑞昌八年 我开设了会心学堂 专门给一些流离失所的孩子 提供食宿和教育 瑞昌十年 我在学堂中 挑了几个佼佼者 当作继承人培养 不为别的 就因为不想生 正式皇帝 万一难产 出点岔子怎么办 瑞昌十二年 我将皇位的继承制 改成了善让制 朝廷的老东西们没有反对 一方面是朝中围观的女子 已然不少 另一方面 她们也可能因此获利 呸 见风使舵的玩意 别让朕抓到她们 贪赃王法的证据 不然迟早全被宰了 瑞昌二十八年 正安嫁鹤归去 没病没灾的 梦里就没了 我把她和绿鹅埋到了一起 我觉得 她应该会喜欢 瑞昌三十六年 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但还能坚持一段时间 我手底下那几个继承人还不错 各有个的好 不过还得再练练 瑞昌四十年 我已是弥留之计 回首这一生 称得上跌宕起伏 倒也算得上精彩 朦朦胧胧间 我似乎看到了绿鹅和正安 他们站在远处 对着我招了招手 快来 婉姨 我给你准备了 你最爱的绿豆酥 我笑笑 来了 全文完